一发155毫米榴弹炮的威力到底有多大 自行榴弹炮最早出现于第一次世界大战 并在随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了迅速发展 威力大幅提升的同时 其口径也从105毫米发展到了155毫米 而一般情况下 一发155毫米高爆榴弹的重量在50公斤左右 弹长约0.8米 一旦开火 距离爆炸中心30米内就算是苍蝇也无法庆存 即便是在50米的位置 单靠冲击波就可以将EF撕成碎片 更别说还有数不清的弹片起来 如果配合空炸引信 一发155毫米榴弹炮的破片 甚至可以覆盖一个足球场 2018年网上披露了一段德国 DZH2000自行榴弹炮的开火直播 随着一声炮响 一辆800米开外的主战坦克 直接被轰成了零件状态 但科展看来 随着反坦克导弹和复合装甲的出现 榴弹炮打主战坦克似乎已经力不从心 因为目前一发155毫米榴弹炮 大概装前炸药68公斤 如果直接命中主战坦克的正面装甲 大概率也不能完全摧毁坦克 只能炸毁其外部的观瞄设备 凑坏炮网或者震晕车内成员 但如果命中了坦克炮塔的顶部 或是车尾发动机舱盖 那一定会将坦克摧毁 因为这些部位的装甲都十分薄弱 即使是小口径速射炮也能将其打穿